這是一對很有故事的夫妻 他們做舞台設計跟舞台施工的 那後來創業轉行做木筆 那麼木木筆 這什麼字啊木木筆 木木筆加 這個蕭楠塊木 塊木蕭楠各方面的這些 材料呢 你一定不知道它從哪裡來的 而且世界上獨一無二 那麼它楠在哪裡呢 不好意思喔 這個紫新木 這個玻璃是我們阿公阿嬤那個時代的玻璃 窗花玻璃 這個玻璃呢在眷村 被拆下來之後回收清洗 那麼這些木頭 是什麼呢 這些木頭是 窗框 還有一些 淘汰掉的 建材 那麼後來經過加工整合呢 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那麼筆的材料呢 也是 有塊木啦 Hinoki有沒有看到 蕭楠各方面 味道很香啦 然後這是紫新木 非常漂亮的筆 這個筆呢 BOSS因為看到這對年輕的夫婦 他們在創業 所以呢 就特別買來送給我的 好兄弟 然後 作為一個 紀念 筆筆成交 非常有意思 那我們這個筆呢 現在要送給我的朋友 那順便呢 把它的故事 告訴大家 原來 環保 可以做到如此的境界 這些 就是碳主機 被消滅的痕跡啦 就是 這些原本要燒掉的 會生碳 可是它就重新有了生命 這個東西百年不壞啊 這東西都是 Hinoki大家知道啊 現在還有好幾百年的這個 建築物都是用Hinoki的 所以這麼好的東西呢 我個人覺得 高貴不貴 有價值 細細品味 謝謝大家